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那就是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红利 那分享出去也有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红利 将来你在参加线上课程的时候 可以直接直接折抵现金 那你下载了吗 欢迎你到Google Play跟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加入我们 好 你谈过恋爱吗 如果没有其实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现代人本来就不容易谈恋爱 我们前几个礼拜才有一集聊不爱了比较简单嘛 那一集反应很热烈耶 对啊对啊 就是可能大家都找到一个原因吧 明明很想要谈恋爱 但为什么不容易谈恋爱 改天书评我再来谈一本书 再谈大家怎么脱单 它里面也有在讲说 为什么这么难 好啊 我们期待新的书品 那不管你将来要不要谈恋爱啊 这一集你就当来听那个恋爱学分的先修班 如果你先修过了分手这堂课 你将来的感情啊 或者是找到对的人会更顺利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讲分手这个主题呢 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展开 这个例子的主角是A 他发现了他自己对伴侣B有一些不满意 可是他经过一些沟通 就是没有效果之后 心里面就萌生了 我想要跟他分手的念头 可是他并没有马上就去跟对方提出分手 而是很谨慎的在心里面倒数一年 给自己一点时间 他想要分辨清楚 这个想分手的心情到底是冲动 还是真的两个人走不下去了 那后来呢 A的朋友就问他说 啊你为什么要这么不干脆啊 这样子还给人家预谋一年 很过分 但A就解释说 不不不不不 这根据我本人的经验 那他感觉他经验很多 他感觉是个情场老手 他说我如果马上脑充学就分手 通常很容易复合 然后你知道吗 这种关系啊就是 你又在吵架 复合 然后甜蜜其过后又吵架又复合 真的是在让人太累了 而且对生活的稳定度影响太大 所以就想要问杨老师啊 为什么人会在分手后特别容易复合啊 应该是说什么情况底下 比较容易复合 不是每个人分手后都会容易复合啊 OK好啊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 猜猜都封锁对方 这样子 OK 因为呢分手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假性亲密期 假性亲密期呢就是 就是提出分手的那个人 我们现在分成提分手的人 跟被分手的人 提分手的人他很容易会有内疚感 对 其实因为主动做决定的人要承担比较责任嘛 所以他就会有点担心 会不会做错决定 然后被分手的人呢 因为他是忽然间被告知 对 他有可能会有一种被抛弃感 嗯很容易 因为那个决定不是他做的 对 所以他会容易自责 那他就会向自己找答案嘛 所以他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不够用心 那如果我现在就改 你说什么我就改 我们可不可以回到重前 对所以一方是 这一段时间你可以想象是 好像是一种回光返照 哦就是人可能到大限将至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 忽然之间变好 哦对对对 那就会对彼此特别的友善 OK 那我也不是说这不好 如果这个时期 他们都还有机会向内看 嗯 说不定就可能可以好好的 可以穿越 就是冲突 可是有些时候如果没有 有些东西没有的话 一直都没去处理 嗯 就有一些真的彼此都很在意的事还是卡住了 你就还是会发现他们到最后还是会分开啦 OK好 我想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关注关系的主题嘛 所以有看过很多的书跟关系的资料 我发现啊 一般人在分手之后通常会经过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需要处理负面情绪 然后第二个需要再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会比较有利下一段的感情 所以这边就想要问佳玲啊 这两个阶段我们通常会经历哪些情绪啊 分手的话我想大家有经验的话 其实第一 分手的应该很少很少是开开心心的 对对 除非你早就想离开他很久了 不管被提分手还是被分手对不对 正常 正常我们讲正常的感情 其实都会有一段很难受的过程 对啊 然后那个难受的过程呢 其实它大概就是有三个主要情绪 一个是悲伤 一个是愤怒 然后再来是恐惧 OK 悲伤蛮好理解的嘛 就是电影如果在演分手的 一定会哭个三天三夜 私心裂肺啊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哭得很伤心的人是被分手的人 听分手的人不会 其实不是 被分手的人很悲伤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它就是 它是比较在关系比较晚意识到 对 我们可能走不下去的那个人 它是比较晚 对 所以它的发作期在后面 对 它就会很伤心 可是被分 提分手的人的悲伤 其实它有可能在提完之后 它就觉得它终于做了一件 它想做的事 所以它的悲伤感 你看起来不会那么强烈 可是不代表它没有 它可能时间已经拖很长了 嗯 它可能在关系里的时候 其实在一次一次的挫折 一次一次沟通无效的时候 它其实是悲伤的 它其实是很难过的 所以它的时间会比较早 然后再来就是它就算分手之后 它还是有悲伤的 对 因为它还是失去了一段关系 只要两个人是认真的那种了 嗯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 它得去承认 这段感情真的 它尽力了 嗯 然后真的没有办法 那个承认自己没有办法 跟承认关系有限制 其实它就都是一种悲伤 OK 就是一种没有办法 我只能接受这个状况 那悲伤这个情绪其实很重要 大家很不喜欢它嘛 因为就很难受啊 对啊 想要丢掉 可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悲伤它是跟快乐相比而来的 对 你要有快乐 如果你生活一直都只有快乐 你会很快的就没有感觉 嗯 就很像你吃很甜很甜的冰淇淋 嗯 你每天都吃冰淇淋 你再怎么爱 你每餐都吃冰淇淋 而且你只能吃冰淇淋 那会是灾难啊 对 你会觉得太可怕 你会不会不要再给我吃冰淇淋 对啊 生命也是 我们常常以为快乐才是好 那就是你期待每天吃冰淇淋 而且只能吃冰淇淋 嗯 你不能吃别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忽然觉得 你超厌恶冰淇淋 哦 懂了 所以悲伤其实 它是为了让你的冰淇淋 变好吃的过程 OK 真的很重要耶 就有了这个悲伤 你才会知道 某一些快乐 某一些 它是很珍贵的 生活不会永远吃快乐的 嗯 就是因为偶尔才能吃冰淇淋 我们才有快乐啊 我们才有快乐 对对 而且偶尔吃那种很高级的冰淇淋 嗯 只要一百多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那个满足版感爆棚 对 跟IKEA的10块20块 哦 原来有差 哈哈哈哈 你看我讲的那种具象啊 对啊 所以就是 很多时候 悲伤的好处 是为了让你 重新迎接快乐 嗯 有点就是蹲得够低 才能跳得够高 明白 你的情绪没有起落 其实会没有差 没有感觉 没有差的时候 你就是每天吃冰淇淋 我就 一直在黑化冰淇淋 好 好 再来 第二个 愤怒的情绪是什么 好 那个大家都听过 五阶段论嘛 哦 就是什么 什么逃家回家 愤怒啊 什么的 对 但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大部分的人 不见得走那五个历程 那五个历程不是顺序来的 是是 它有时候会跳 有时候你会在同一天 经历了悲伤 愤怒 吵架 玩笑 对 然后再回去悲伤 悲伤 或者是再来来回回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分手的时候 会有第二个 很常见的情绪 叫愤怒 嗯 这也很好理解 对啊 因为我们 经历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我们内在有一些 很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就要向外丢啊 对啊 向外丢就是愤怒嘛 对啊 丢在别人身上啊 对啊 特别是被分手的人更好丢 就丢在那一个提分手的人身上 就把这个 你为什么要讲 对 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对 那这就是一种 把自己消化不来的东西丢出去 丢给对方 那通常这就会是生气 对 或者是我们讲的敌意攻击性 是是 那被分手的人可以很理解 是 就好好理解嘛 就有一种他被切断啊 或者是你没有遵守承诺啊 我们说好了 说过所有的约定啊 瞬间就落空了嘛 所以就有生气 好 就有一种 你不是答应我要来吗 怎么没来的那种感觉 那提分手也会有愤怒的 对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愤怒 就撇除那种人格 有问题的人啊 其实提分手的人 在分手的阶段呢 会有一种愤怒叫做 我其实很努力过 可是好像当我提了之后 所有的错都在我身上 然后好像 你也一直都觉得 关系走不下去都是我的错 只有我是坏人 那这个时候 其实提分手的人 其实他会 他得承受比较大的 做决定的压力 对 对 因为大家就可以说 人人就没事嘛 可是如果他坚持 这一个决定的话 他会有一个 愤怒的感觉 好像是 好像就是 错的人都只有他 那我在这边很想哦 分手的时候啊 怎样会好好分手 怎样会 分得很难看 其实我们直接看 这两个人 对于分手理由的理解 就知道了 哦 如果他们分手理由 都会觉得是对方的错 这个就是血肉模糊版 对 那如果他们在分手的时候 都能懂 各自都有要负的责任 OK 这通常会比较 很顺利下车 这比较理性 嗯 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 分手就是 你不要那么挑剔 你的要求很高 都是你 你你你你 嗯 那就是在 都还在愤怒的状态 是 对 那就意味着 你没有看见关系 是两个人经营出来的 嗯 好 那就很容易 就是对 会分手很辛苦 好 好 对 好像 我记得 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 其实在自己很伤心到 镜头的时候 会有一种 需要让自己好起来的感觉 所以就会用愤怒 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嗯 但其实那个愤怒的底层 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情绪嘛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二个 嗯 好 再来第三个 恐惧 恐惧吼 不知道你们大家 有没有常在 分手的人身上 常听他们说 啊 所有人都一样啊 天下男人女人都一样啊 这句话听起来很生气 对 可是这句话底层是 恐惧 哦 怎么说 其实生气底下 常常会有第二层情绪 生气是比较原始的情绪 嗯 然后底下会有一个 另一个更深的情绪 嗯 因为生气是力量感 对 我们比较能够去接受 我们力量感的呈现 对 可是 诶 有的时候不是 那个力量感是你 其实想要自己 撑出某个状态 OK 但你真正的情绪是脆弱的 嗯 那要承认脆弱很难啊 嗯 所以就会比较困难 那第三个情绪就是恐惧 嗯 恐惧就是呢 呃 恐惧是指向未来的 对 你不会恐惧 昨天发生的事 嗯 但是你会恐惧 等一下上台报告 对 你不会恐惧 昨天已经开完的会 对不对 对对对 下一集我们可能会讲 恐惧跟焦虑 好 但这边我就先讲一个 泛指的害怕 是 我们用一般人会用害怕 这个词 害怕其实通常是指向未来 对 那不管是提分手的人 或被分手的人 其实都有同一种害怕 嗯 或你可以说是担心 担心 他们都会同样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下一次会更好吗 诶我还有下一个人吗 我还有下一个人吗 或是会不会我就真的很糟 哦 那那个回头就是对自己的攻击 嗯 嗯 所以这几个 呃 情绪 嗯 它就很容易在刚失恋的时候 跑出来 嗯 但恐惧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啦 对 恐惧其实它就是要你发挥一个保护的作用 嗯 恐惧是希望你变慢 哦 谨慎一点 对 放慢速度 如果没有恐惧的话 你就是很快就到下一个 一段感情嘛 哦 我根本就不担心 如果你长得很好看的话 嗯 嗯 就不担心没有 就滑一滑又有了 哦 懂 那你不恐惧 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学习 OK 你就会觉得 哦 那没关系 嗯 我很快的就到下一段 哦 它还是很快的状态 对 但恐惧当你担心 会不会再来一次 嗯 当你担心 会不会再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人了 当你有担心 你才会放慢 OK 好 如果你没有担心 我们就会太过乐观嘛 太过乐观啊 就冲啦 有什么好 好 那个 下一个人来了 就是也没有离情情绪 所以很多旧有的模式 就会再来一次嘛 对对对 好 那嘉玲啊 我们在这个处理负面情绪的阶段 能不能再帮我们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这个阶段 对我们的离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里离情情绪 会对我们的感情很重要呢 对 就是 如果 我上一集有讲 情绪先觉察它 对 失恋的人 不用太觉察情绪 因为他就知道他自己不好 但是 他有没有正确理解 他的情绪是另一件事情 就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的情绪是悲伤的 我们底层真正是悲伤 那悲伤其实要处理的是失落 OK 那 失落其实意味着你曾经拥有 而现在 没有了 对 所以他会跑出另一个 状态叫做你会想念 嗯哼 你会去回想 甚至你需要一段时间 挨到那段感情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就变成了记忆 他不再是实体的东西 是 他要从具体变成回忆 一段抽象的东西 然后你还是要相信这个东西是美好的 这是需要花力气 好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觉得我们 我们错读了我们的情绪 我们把恐惧把它解读成生气 然后我们用生气的方法去 回应的话 对应这个世界 我们就会很像是在治那个 胃食道逆流 然后跑去治心脏病子一样 哦明白 你就吃很多心脏病的药都没有用 OK OK 就像 比如说我举一个案例 有一个女性 嗯 她跟她老公就结婚了很多年 那后来她们的感情 就出现一些裂痕 不是第三者 但她的老公就真的觉得 受不了 嗯 然后就说什么都给你 我们就离婚就好 嗯 这听起来就是 她几乎抛弃了一切嘛 对不对 逻辑上来就会想说 哦都这样理也算了 反正下一个就好 对不对 得到了一切 所以这些女性来讲 她其实即便老公这样 她还是非常的难以接受 要离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她很生气 就算老公跟她道歉 然后就承担所有的罪 罪名 嗯 她依然她情绪没有回复 没办法平静下来 对因为她都一直以为 她是生气 哦 所以她 我们面对生气的方法 就是我们 生气就是一种 想要保护好自己权力的情绪 OK 生气是一种 你觉得你的界限被侵犯了 你要反击回去的情绪 嗯 所以当她一直把她 老公分手这件事情 解读成 她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就会跟她老公 要各种东西 OK 老公也都给咯 嗯 可是她会比较好吗 没有 不会 她反而会更挫折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懂 我可能不是生气 我可能想错方向了 嗯 她其实是悲伤 嗯 那她的悲伤是什么 就是她其实真的难过的 不是老公 离开她 而是 她的生命里 曾经花了一段 很长的时间 嗯 很长的心力 在一个人身上 是 然后她很 连席酿的自己 对 她的那些青春 那些年华 嗯 或者是那些 曾经有过的美好 OK 当她能接到 这个情绪的时候 她才会真正的吻下来 嗯 不然她一直停在 生气的那个层次的时候 这个世界 不管怎么对待她 给了她所有 她以为她要的 嗯 但她那个情绪 不会过 嗯 所以这边也跟大家讲 什么时候可以确认 你那个情绪的意见 有没有对 嗯嗯 其实蛮直觉的 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就是当你 解读 对你的情绪的时候 嗯 你会有一种 释然感 对 你反而会有一种 被深刻理解 整个身体会松下来 对 你会松下 真的松下来 你会松下来 即便你还是难过的 可是你会有一种 深深被动 嗯 然后就似乎你的情绪 不用发 发挥这么大的力气 咬你说 嗯 错了错了错了 嗯嗯嗯 你错误解读我 嗯 当你正确解读 你的情绪的时候 你的身体反而会变松 OK 嗯嗯 好 那再来 呃我们刚刚有说的 第一个阶段 是要处理负面情绪嘛 那再来分手的第二阶段 就是我们会 需要一些调整 呃自己的自我状态 回到一个相对 稳定的情况 那这里面会有什么 情绪呢 嘉玲 回到 如果走过那个 情绪风暴最大的 阶段 负面情绪阶段 接下来就会走到 另一个相对 情绪没有这么多 嗯 的状态 叫做调整自我 嗯哼 那在这个时期呢 通常有两种情绪 蛮常来的 嗯 就寂寞跟孤单 欸对 很好理解 如果你没有马上 进到下一段的话 OK OK 不管你是被分手 还是提分手的 你假设 你也知道 马上进到下一段 不一定是好事的话 嗯 那接下来你就会 面临到就是寂寞嘛 对 因为一起 两个人一起做过的事 现在就变成 你一个人要去完成 对 而且那个立即性的 对比的感受 会很强烈 对 但如果你发现 好像那个 那个 回到一个人的状态之后 然后那个寂寞的感觉 是大到 一定都会寂寞 对 因为 因为本来的习惯 被拿掉了嘛 可是那个量 大到你无法消化 好像你瞬间 完全被击倒了 嗯 那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 这里面很有可能是 你先前 放在亲密关系的时间 跟心力太多了 OK 你 其他的关系 不管是人际关系 家庭关系 就比较少去经营 是 这个时候你的寂寞感 会非常非常的大 嗯 有些人他分手了 他 很难过没有错 可是他会找 朋友 很多朋友或家人的支持 他就觉得还好 家人也会知道 就是 也不会叫他马上好起来 就是会陪他 是 那他会不会寂寞 会 可是他不会一直 是寂寞的状态 嗯 他就是偶尔一个人的时候 会想到 他就哭一哭 这样子 对 这都很健康 对 可是如果是 你是 有一个人离开之后 你发现你那个寂寞 大到 都快要把你击倒的话 那很有可能 你的寂寞是在于 你过去 对你的伴侣 依赖太多 然后你只让他 或你只 就是只有他能懂 你在乎的事 而其他人都不懂 嗯 他让我们意识到可能过去在 关系的心理分配上 有一些比重上的失调 对对对 因为寂寞不是身边 有没有人的问题 而是一种 你在意的事情 有没有人懂 真的 那如果你永远只让你的伴侣 懂你 其他人都不懂 你都会觉得 他们都 都不是好人 这风险太高 对 你的寂寞感就会非常的大 好哦 那我觉得 在我的民间观察里面啊 就是我觉得 有一些 分手之后啊 就是如果你能够在 朋友的关系 或家人的关系里面 帮助你先 慢慢的恢复情绪的话 其实你会更有机会 知道自己的情绪 而且是安全的 知道自己的情绪 怎么了 哎我刚才补充一下 我刚才只讲寂寞 没有讲孤单 好 寂寞是心里面 觉得没有被懂 但孤单是一个状态 比较是一个 物理性的状态 好 就是朋友 陪完你之后 你回到一个人的状态 你一定是寂寞的吗 不一定 你可能只是孤单 你只是觉得 哎就又回到一个人 好 然后旁边没有人说话 但你不一定觉得寂寞 寂寞就是一种 我现在很需要人陪 可是我 我都找不到 人 对 可是孤单是 我知道有人陪 但我也知道 他们不会一直陪下去 我还是会有 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而在那个一个人的时间里 我可以回头想自己 认识自己 跟自己好好相处 搞清楚自己要什么 那这个感觉叫孤单 它不完全是不好的事情 对 好 那我再接回来 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啦 如果可以在朋友面前爆哭啊 或者是去讲一讲 自己在关系里面 没办法说出口的话 其实还蛮健康的 然后 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其实旗电文化有很多的节目 或者是课程都在讲 其实人际关系就是 我们可以疗愈自己的最好的良药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 有伴关系 家人关系里面 开始发现自己有一些正面情绪的回来 什么叫正面情绪 比如说好奇心啊 冷静啊 宽容啊 满足这些感觉的话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表示你真的好了 慢慢走出来了 慢慢走出来了 真的走出了分手的状态 这些正面感受有越来越多 那就表示你内在的商 有慢慢慢慢的结痂了 好啊 这是一个好的讯号 那我这边也先想跟大家呼吁一下 就是 如果你在听这一集的时候啊 你会知道自己有什么情绪 甚至于是 你在听完之后 有一些内容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 都很期待你 我会鼓励大家 是针对这一集的节目 不是在底下写你个人的事情 一来那个风险太高 就是这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二来就是 如果是你个人很完整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回应 但你可以针对就是 那什么什么地方 我还想多听 对 就可以 就像这一集 就听众就有说 我们在某一集说到 看一个人怎么离开关系 就会知道他怎么建立关系 他觉得这里 他想要多知道一点 对 你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就有可能之后 再做一集节目来 跟大家说更多 这一方面的知识 好 那像今天这一集啊 就是听众是想知道 看一个人怎么离开关系 就知道他会怎么建立关系 那嘉玲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 就是一个人 如果他是凭感觉分手 那他就很容易凭感觉 进入一段感情 哦 对 就是如果你是很容易 一感觉不舒服 然后没有沟通 没有谈 就觉得要分了 那这个模式 不会只有在亲密关系 它会发生在很多地方 哦 明白 那透过慢慢分手的过程里 你其实在一次次 当然 慢慢分手 那过程一定还会再经验到一段 不太舒服的过程嘛 对 然后人在那个状态底下 会很想逃走嘛 对 可是在那时候也是 这些情绪是来帮助你认识自己的 我一直都说情绪是一个很好的 呃 邮差 嗯 你邮差替你送信来的时候 你会打他吗 不会吗 不会 你会阻止邮差来你家吗 也不会 因为重要的讯息 你就会收不到嘛 对 而且如果邮差来的话 一些你网购的东西才会来嘛 对 你的快乐也 就是因为有邮差才会来嘛 对 所以情绪很像就是那个邮差 重点不是去 就是打那个邮差 重点是说 那这个邮差到底送了什么 讯息 每一个情绪背后都有 他要给你的讯息 然后你要能够有能力读懂 那你读懂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你在关系里要什么 那你在离开这一段的时候 你下一次就会知道 OK 我可能适合什么样的感情 那你也会更有心智化的能力 去想自己跟想别人 然后你知道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人 我喜欢的背后是因为什么 而不只是一个感觉 我就觉得他很吸引我啊 为什么 不知道长得好看吧 我就跟他讲 长得好看一点都不是幸福的指标 好哦 对啊 所以喜欢一个人 我知道他是一种很感性的决定 对 很多人就会说 你为什么喜欢他 不知道 就一种感觉 就一见钟情啊 为什么要深究 如果还能讲清楚的话 还是爱吗 对 很多这样的台词吗 对 对 确实喜欢是一种很感性的事情 可是如果 喜欢那个情绪背后 来了之后 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去 理解他 你就会有比较适当的理性 你就可以比较懂自己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心智化呢 他就是一个让你的理性跟感性都艰巨的人 可以一起运作 有些人是很理性的 很理性的人呢 通常很难进入一段感情 或是他进入之后呢 也很难离开 因为他都会觉得没那么严重 对 但是 理性的话 其实那个感情也不一定是有滋味的 那他感性的人 我们知道他可能很浪漫 他可能很热情很激情 他很容易进入 但他也很容易退出 是 因为波动太大 所以我觉得心智化其实就是 他是从感性开始 因为他是从情绪开始 然后把情绪命名啊 在命名的过程里 你就会发现你的理性会慢慢加进来 你要能想你自己怎么了 然后找到情绪的名字 这整件事情就是在启动你的理智 好啊 所以呢 心智化就是让你的感性跟理性 它同时能发挥 然后你在一段感情 你能慢慢的离开 那就意味着你在建立交往的初期 你也会有那样的节奏 就是慢慢去理解一个人 是 然后去分辨 这个只是个晚伴 短期伴侣 是 还是真的是长期可以经营的 那如果你就这一段时间告诉自己说 没有我这一段时间就是玩就对了 嗯 那就当然OK 也可以啊 对对对 那你就要知道 你就不要企图进到关系里 然后要人家跟你承诺个什么 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找长期伴侣的话 那你的思维就不一样 好 嗯 好 所以我想今天的内容啊 就是让我们在 遇到分手的情况的时候 你的情绪可以很平安的落地 而且更棒的是 当你能够好好的梳理完自己的情绪的话 你在下一段的关系会更清楚你要什么 然后你可以顺畅地表达你的情绪 基本上就会让关系里面有温度 有一些很好的情感交流 也会更容易地走下去 那如果关于这部分的学习 你很想要再更多的话 我很鼓励你马上参与嘉宁老师 在2024年全新的线上课程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你就可以帮助自己活得更好哦 那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现在已经内容全部上架 那我们目前第一波超早鸟优惠是2099 直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 是晚上9点 所以你听到的这个时候 非常鼓励你马上加入 相关课程连结都在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 很期待你跟我们一起迈向 你想要的人生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啦 拜拜 请政策 拜拜 他赢听 Marshall 中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